大家好,你們現在在挑戰一些奇怪的東西 對,機體如何呢?你們覺得 對,看來看去其實我就覺得說其實從頭到尾就是兩種玩法嘛 對,一種就是走純機,一種是組雜種 那其實我覺得純機算是一個怎麼說 不得意的時候才要,因為像捕風災厄嘛 捕風災厄你只能機械組進去就是不得意嘛 對,或是今天可能其他限制,或是不能帶其他東西 對,可是你今天組雜種隊的時候 雜種隊的時候其實同頭到尾你只需要放他自己跟金字塔 因為畢竟同樣都是光機械,而且你有拉6 拉6CD跟58機械值 如果你再騎其他機械的話,其實暖起來是不是稍微慢一點 不然你可以選擇配阿里 因為阿里的暖機是放在這兩機裡面,可以拉一下 不過我覺得這張黑金卡 我們剛剛有講過他一些小小的問題嘛 舉例來說像是我們的靜消火、靜消光 這兩個是算是比較大的問題,特別是靜消火 然後接下來就是怎麼說,行動值的方面 不過這張黑金卡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很強的地方我覺得我可以提出來 那你們聽完之後再考慮說我不要抽這張牛棚好了 首先第一個,他有羈絆 他羈絆是我覺得全部羈絆裡面最強的,C-1 對,比C-1還要更強的是什麼呢? 就1B加2阿 對,一樣的意思阿 C-1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這個主動技能C-6 注意喔,C-6的移除 然後掉落整版的種族強化定版的珠子 種族強化定版的珠子 而且版面是可以全效的 而且重點是不是一個很醜的版面 C-6,每回合有-1嘛 這樣怎麼能做到,C-3 然後光機械有一顆通勤生的龍科 是劍塔C-2 或是你今天配金字塔 他劍塔就會直接跳起來 然後這個技能本身還有 他自己種族的 解休眠跟疲憊 因為其實休眠算還好 疲憊其實蠻常出現的 疲憊九宮格啦 有很多技能都算疲憊 然後還要轉回抗憤狀態 所以抗憤算什麼? 抗憤其實就是兩倍功啦 兩倍功本身也是一個小增傷啦 然後接下來是自身種族成員嘛 機械組、無視、二、三、四、五、屬頓 跟服飾鏈機靈化 服飾鏈機靈化本身不太常 因為其實他叫你不能消你來就消 對,不得意才會用到 但是二、三、四、五、屬頓本身是蠻常用到 特別是二屬嘛 二屬最近蠻常出現 那種無視、三、五屬頓的技能都不能用了 然後他剩下那個就是他當隊長的時候 算是一個大增傷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C-3 另類C-3的主動技能 其實是非常非常優質的 另外一個就是他本身隊伍技能有一個 點燃齁 點燃這個東西不只是一個三倍 他本身還是一個狀態 可以應付點燃盾啊 狀態盾啊 對之類的 然後最後一個我覺得也是他最重要的地方 應該說我們先講龍科 他的龍科本身是機械組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強勢的增傷 1.6乘1.8 我幫各位乘過2.88 自身2.88倍 跟之前那個嗯? 合作的那個龍科比起來 他更注重於一隻擊傷 兩個混搭的話 他其實可以達到非常非常高的效應 傷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再加上還有多一個就是 首先第一個三位的10%嘛 這邊是贏的 然後還有一個 自身生命力機值1.1倍 那我相信有看過 我 欸我先不說別啦 我玩魔族隊啦 我自己很喜歡放那個魔刀 對魔刀 魔刀可以把魔族的血量從很平弱 撐到非常非常高 對 這張機械組本身血量又偏厚 對 機值1.1倍 這加那個 上面的10% 其實是非常非常明顯的撐 呃撐血量 好 接下來講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他的隊長技 我自己覺得他這個 黑心座最完美的地方 是他的隊長技 其實這加強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大腿 為什麼是大腿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現在的一些像什麼 嶄星啊 或是星黑劍啊 或是合作卡片 很多都是以單隊長為主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找一個 好一點的副隊長 副隊長的話 你吃不到隊伍技能 所以會發生一些像 兔子有沒有玩過 嶄星的兔子 兔子上隊長 第五技很強嘛 倍率很高 可能你今天兔子 你把他放到副隊長 你會發現說 欸這個倍率好像 哪裡ㄎㄎㄎㄎㄎ的 可能像 阿圖姆這種 全隊10倍 血回2.4倍 這兩技能 然後砲擊當送的 然後三種主彈額外多1.5倍 然後消火2.2 減傷40加6康 光浮石追到 欸真正多追一下跟2.2倍 其實你會覺得說 哇這個 對這個副隊長 本身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優秀的大腿 所以如果將來出一些其他隊長 是能寒刮機械或是光屬性的啊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對也是一個很優秀的副隊長 值得考慮一下 那當然對不對 最後聽完我這麼多推薦的話 要不要出來就看你自己啊 那我們阿圖姆會在下一半一開始的中午 跟新晚之後出現 那祝各位都能一收入魂啦 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戳戳 那我平常自己會在Twitch開台啦 Twitch搜尋戳的啦 就可以找到我了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是有興趣 再了解一下這張黑金往後的感覺 然後可以來問我 好啦 那掰掰